所以就是说中国在做这个任职作战 他们会先找一些在地的里长 里长 黑道 教授 这些都会 那再配合网军去操作 在台湾比较几个做得比较好的工作室 或者公关公司 他们就是去跟主要站长合作 贤会去接中国的案子 做不好的人 大家好 我是任律师 最近有几个名词真的非常的红啊 像是什么认知作战啊 资讯战啊 假新闻 假讯息 但是呢 每次讲到认知作战 你攻击我在认知作战 我也攻击你在认知作战 到底是谁在认知作战 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请到专家 跟大家好好的剖析一下 到底什么叫认知作战 台湾常见的认知作战 又有哪一些情况 搞不好我们都身陷在认知作战 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沈柏洋老师 大家好 我是沈柏洋 大家叫Puma就可以了 首先呢 就是要请教Puma 认知作战啊 资讯战 或者是假讯息 假新闻 这几个名词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 资讯作战是一个比较大的 Umbrella的一个名词 很多事情都可以归类在 资讯作战下面 认知作战只不过是资讯作战的一部分 情报收集啊 駭客攻击啊 攻击电网啊 那些都是资讯作战的一环 哦 只要跟资讯有关的 它其实都在资讯战这个范围底下 但认知作战就只不过是 资讯作战的一小部分而已 想要影响你的想法 就是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其实不一定是假新闻 通常大概有80%比例的认知作战 都是阴谋论 没有办法用真假去讨论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不能够只把重点放在假新闻假讯息 什么事情都用假新闻的架构来处理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假设今天说台湾治安很差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阴谋论的讲法 如果今天拿一个数据出来 告诉大家讲说 哦 台湾的治安其实超棒啊 接下来就 一旦有什么安置发生 政府一定会被攻击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作战方式 所以我们最近就常常在讲 什么假新闻假讯息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精确 很多东西它是似是而非的 那像我们常常早上一醒来 打开Line 长辈群组就传了一堆 很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 那除了这个Line的贴图以外 还有哪一些部分是比较大家常接触的 Line算是一个比较末端的平台 Facebook啦 IG啦 YouTube上面的假消息 它最终都会留到Line 其实Line超多TikTok的内容 甚至是现在YT或FB都有短片嘛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TikTok的短片 就直接就同时上传 对 没错 但回到刚刚讲就是 YouTube为什么最近特别的重要 因为中国现在主力的资源都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中国创了8个YouTube的频道 然后专门在散播阴谋论 三个月他们的总观看次数是3000万次 然后大概在去年Google 不过是7月到9月 移出这种中国类似的频道 移出1万多个 哇 这么多 所以他们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在上面 刚刚老师有讲到 国内其实也有一些阴谋论 我最近在国内发现 有一些谣言就真的很夸张 比如说像是有人在说什么 王浩宇是蔡英文的私生字 这一类 他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是中国那边进行政治作战吗 这个是中国做的 在2017年解放军开始做这个谣言 他们版本有很多 有王浩宇 王定宇 感觉好像双胞胎一样 对 还有林非凡 林志坚 记得有大概700万快800万的观看次数 这个一模论很大的一个目的是 你要去看他在传这个影片之前 同一群人他传给他看什么影片 所以他其实最早的影片是在讲说 蔡英文要毁掉中华民国 这一个阴谋论 因为他毁掉中华民国 这个阴谋论你传了你要证据嘛 所以他下一个版本的影片就在讲说 他之所以要毁掉中华民国 是因为他跟台独分子走很近 下一个版本就是跟台独分子有奸情 其实对这些相信的人来讲 有声还是每次都不重要 重点他就是不相信这个人 他认为他要毁掉这个国家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那种 对中华民国特别有热情的人 这一种人就对这一类的谣言 谁心不疑 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来 因为我们接收到的是 整个作战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突兀 也会觉得很搞笑 但是如果说他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来 整个影响力就非常的大 对对对 疫情期间关于这个疫苗的争议 背后的这些论理基础 好像还蛮薄弱 他会不会就是说 有一些认知作战 其实他表面上是包装成 在野党监督执政党 但是其实他背后是属于认知作战的一环 疫苗其实蛮多的 疫苗阴谋论 就是说打疫苗可能会怎样啊 然后这个疫苗背后有多少的 这个利益纠葛啊 这个最擅长打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2021年的时候 他针对总共全世界42个国家 专门在打疫苗的阴谋论 俄罗斯为什么要针对台湾做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针对台湾 他是针对别的国家做之后呢 中国把这些内容转成中文 他就接收儿爹的武器 对对对对 那他其实最主要在台湾做这个 也是要攻击政府啦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很尴尬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共议题 他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都根基于事实 好好的讨论 就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 都应该这样做 没错没错 但是中国就会让我们的民主社会 产生的不正常 我本来应该是好好的 根据事实来做论述 但我发现这个阴谋论都已经散播 我随便跳一个起来打就好了 因为有些人他只是想要攻击 但是自立体很难欸 不管说他是哪一党执政 都还是要去进行监督的 你一定是要去攻击他施政哪边不对嘛 好像就会变成说 你是落入认知作战的一个圈套里面 所以我觉得政府进退为股 他以前就会想说 好那我就提醒大家 这个有中国在操作 人民就会讲说 就算中国在操作 我还是要监督啊 还是有问题啊 最近我觉得治安的问题 政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其实台湾的治安算好 看媒体报不报而已 以前 媒体今天要怎么选择 是媒体有自律嘛 现在中国在吵这个议题的时候 媒体就觉得 大家在吵这个点阅率高有声量 我当然也做这一题 所以就大量的犯罪案件 就不断的被报导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治安很差 假设政府今天做 譬如说好今天要增加警力啦 起诉比较多人啦 如果这个新闻不报 就没没感觉啊 像打这种民生啦 经济啦 等等的议题的认知作战 你是很难去防范的 你还是要去看他回来的叙事 他打治安很差 中国的目标是 治安很差 是因为警察都不抓人 因为警察跟黑道都挂钩 因为民进党都是黑党 他的目标其实是最后一个 那我觉得政府今天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那你就好好地来讨论 党内到底有没有黑道 转型上面 我们应该要什么规范 我们要设什么样的条件 假设你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他的阴谋论 就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往下打 关键就在于说 你能不能去找到 他原来的主题去正面迎接啦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会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政府唯一的问题 他会掩盖到真正的问题 或是政府在做好的事情会被掩盖 就是一个社会 本来就会有各种缺陷存在 人生认职作战会把它特地放大 那刚才老师有讲到 台湾的媒体就很容易中到 这个中国认职作战的圈套 我们可以说他算是在地协力者吗 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到底有哪些 我们在定义在地协力者的时候 我们的定义是 他已经跟中国有接触了 而且是可能有签约 或者说他有收受利益 在地协力者更多其实不只是媒体 有些里长去年选举完到现在 带统战团到中国非常多 然后回来就开始 在邻里拿着大声工 在宣传中国有多好啊 他就是末端的 借由统战的方式 在地面上去散播相类似的谣言 我们以前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 谣言有在地面传 加上数位世界演传效果最好 所以就是说中国在做这个任职作战 他们会先找一些在地的里长 让他在地方上已经形成这样子的舆论了 里长 黑道 教授 这些都会 然后再配合网军去操作 那最近我们在很多媒体就看到 有一些学者分分出来说 我们要反战啊 但是呢 那些言论很多是经不起检视的 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在地协力者 教授当在地协力者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那种 他跟统战部长期有接触 如果是反战的学者 我认为不是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讲出一些很轻重的话 有些学者我们就看过 他们以前也是在社运圈啊等等之类 跟大家一起打拼的 但是他们在反年改的时候 对于政府的那个恨意非常的深 那我就看到有几个教授 在他的那个涂鸦墙上面 都在转特定的一个 现在在网路做新闻做最大的那一家 看了两三年的某个频道的新闻 他对中国的认知应该是很偏差的 对于中国过度美化的想象 他接收资讯已经过度偏暇了 那再来呢 这个是我自己频道常常遇到的问题 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个现象 我只要在讲特定的 对哪个政党不利 或者是对哪个政党比较好的言论 你现在就会有很多留言 持反对看法 那有的人会一直说 啊我要退订啊 那不然就是说 好像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色 那在那边反驳我的理论 但是最后的目的就是说 他们要退订 对我们造成压力 那这个会不会是网军操作的一部分 或是政治独占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看到比较多 中国的网军的操作 大部分都是洗流言 他们比较喜欢在直播做 很容易被看到 但有可能也是比较间接的 有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网军本来就多 也有可能是中国 也有可能是国内的政治的公安公司 那他们在做操作的时候呢 把这个议题整个炒热 你只要刚好也做了那个议题 自然而然也会有这些账号出现 好那刚刚老师又有提到公关公司 会不会也很容易是变成说 中国认知作战意外 以前很多 以前就是台湾的公关公司 会去接中国的案子 它是层层外包 你有时候根本也不知道是中国的案子 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 是因为整个民意 对于中国的反感 很多公司也觉得不想接 在台湾比较几个 做得比较好的工作室 或者公关公司 他们就是去跟 主要政党合作了 他去赚这个主要政党 平常的钱也就够了 所以当台湾的市场够蓬勃的时候 其实没差 谁会去接中国的案子呢 做不好的人 那这时候就造成一个问题 中国透过这种公关公司做的时候 效果会比较差 所以中国后来也发现了这些事情 他现在更倾向去找一些东南亚 其他的水军公司 所以这个市场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 东西方的技术一定会比手备方快 我觉得我们要能够做的 其实就是 我们就不跟他对干嘛 因为他最主要的目的是 第一个 裂解台湾 第二个 希望台湾签和平协议 所以我们只要多做一些事情 让大家彼此信任 对中国多了解 多认识 这个基础打好了 他前面再怎么打 至少我们有那个基础还在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我最后一题本来是想问老师 对于这样责任职作战 我们台湾这边可不可以反攻回去 预算我们一定打不赢对方 我们就算把一些真实的消息 都丢进去给中国 让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纷乱 但是中国的体制会变成说 那个接收的人 他其实会因为这样变成有危险 他有一个道德问题就是 那一个人会因为这样被我们影响 我们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必须要打个问号 好 我觉得听了老师的一席话 真的胜读十年书 我相信很多观众 应该还是对认知作战 有非常大的兴趣 而且想知道 台湾在中国这么强烈的攻击下 要怎么去让我们站稳脚步 所以呢 接下来黑熊学任这边 应该也会有一系列的 对 我们想要建立地方大家的信任感 让大家对于中国多了解 或者说对于认知作战了解 甚至对于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要怎么避难包扎等等之类的 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学习 这个才是兼任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 也是抵御中国侵略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大概7月的时候 就会推出线上课程 那因为之前要上实体课很容易秒杀 对 都报名不到 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上课之后我们会提出更多很进阶的课程 希望大家基础课程上完之后来上进阶 我会多教一点东西给大家 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Puma老师 谢谢 感觉要跟着我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盈真律师YouTube频道 也就跟我们IG和导臉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LINE帐号啰 我是盈真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